民警赶到时 扎土车身严重倾斜 绿花带被碾压出一个十余米长的大坑 路面上散落一地扎土 以及被撞坏的树木枝叶 民警一边疏导交通 一边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 那这个牌子是什么回事 那这个工厂是拿的 拿去这里面有一车 拿去里面 拿去里面 我们在那里都是 旁边那里修车 修车 别个地位在那里 我们进去 拿去里面捡的 你又把那鱼的这个样子 这也叫 就算是正会排断也好 就这样好排出手 我拿开去了 拿开去来看 这也是车辆和排断不符的 经民警调查 招致的扎土车驾驶员 不仅无法提供与所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证 而且该车较为老旧 无年检和保险标志 民警通过交管平台查询 无法得到该车辆的信息 最终确定 招式扎土车是辆套牌 并未年检的报废车 面对民警正常执法 招式驾驶员还企图开溜 但为民警控制 经调查 事发当天 招式驾驶员涉嫌逆向行驶 未带驾驶证 行驶证 故意遮挡车牌 车牌与车辆不符等 七项违法行为 而事故之所以发生 都是因为驾驶员为了图方便 选择逆行 不料由于车速太快 未必让迎面驶来的洒水车 冲进了绿化带